嘻哈 嘻哈選秀節目大嘻哈時代第二季 將於明年一月正式首播 這次參賽者中更有滿滿的新二代 其中吳宗憲的兒子路西派更是焦點之一 參賽第一季毛碎字界 最後失敗收場 終於在第二季捲土重來啦 然而吳宗憲在自家新人的記者會上 意外透露了比賽結果 表示路西派被淘汰了 當一旁的路西派連忙阻止 只喊這個不能謝 無奈被爸爸爆雷啦 隨後憲哥被問到心情 他則豁達的表示 那有什麼關係 人生要害怕的是太早來的成功 有挫折就有機會 可以累積未來扎扎實實的成就 路西派的爸爸失敗的更多 但是卻也讓大家看看什麼叫做任性 一番鼓勵的話語 再度見證了憲哥是好爸爸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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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